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德语课堂 课程即将结束,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和黑大老师一起来学习好我们的最后一课 今天的这个单词的总结部分呢有一点特别 因为呢,我们的14单元本来就是一个总结性的单元 所以这个单元并没有特定的主题词汇 所以黑大老师想以一种检测检验的形式来给大家上好最后一个课程 主要的检测形式呢,是以翻译的形式来进行的 翻译的内容呢,也是我从各个小课当中 比如说TextR,TextB,以及TextC,等中抽取了一些 我认为在这篇文章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词汇 那么所连带的一些句型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进行一个复习 首先我们来看到TextR,这是一篇听力文章 那么在前面的小课当中呢 黑大老师让大家来进行听操的练习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下翻译,可以巩固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句 第一句,这个单词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I和TOPF 那么这句话,大家想一想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动词是Bestehen Bestehen aus etwas,后面加三个 指的是由什么什么组成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动词Bestehen的变味是什么呢 Bestehen,Besteht,Bestand,Hat,Bestanden 它的词根是Stehen,战力的意思 Stehen,State,Stand,Hat,Gestanden 大家动脑筋思考一下 除了Stehen之外,还有哪一个德文词也表示战力呢 没错,就是Steelen 那么Steelen和Stehen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Steelen是一个不及无动词 所以它的变味通常是非常不规则的 那么Steelen是一个急无动词 它的变味非常规则 第二个,Stehen,战力 如果后面要加上一个方位戒词 比如说冰箱站立在地板上 一般是三个的 因为冰箱它自己站立在地上 如果用Steelen就应当是 我将冰箱或者某人将冰箱放在直立在地上 因此近三动四 它又是一个四格的表达 那么从Steelen又可以变身出非常多的衍生词 比如说 指的是起床的意思 注意它的主动词是由sein构成 为什么呢? 因为起床你本身是躺着的 现在突然起来了 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变化 并且它又是不及物的一个动词 第二个是Verstehen Verstehen,Versteht,Verstand Hot,Verstanden 是指理解的意思 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 那么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 Verstehen除了aus这样的加法之外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用法呢? 存在以下几点用法 第一点 Verstehen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存在 还有通过考试的意思 我们分别来造两个句子吧 第一句 这存在着差异该怎么说呢? Es Versteht,Wintersteht 第二句话 Tom通过了考试 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Tom hat die Pui von Verstanden Verstehen的第二种 用法可以加上 auf 加上三个 指的是坚持的意思 比如说 我坚持我的观点 该怎么说呢? Ich berstehe auf meiner Meinung 再加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Berstehen aus 因此它的用法 还是非常复杂和多的 请大家一定要进行一个记忆哦 我们再来看Text A的第二句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句型是 老师说的Eintopf 不是指的食物 而是课程内容 该怎么来进行翻译呢? Der Lehrer meint mit Eintopf nicht das Essen sondern den und Richtsinhalt 这句话的关键是 廉词的用法 nicht sonden 指的是 不是而是的用法 和它非常相似的 叫做 nicht nur sonden auch 是指 不仅而且的意思 我们也一起来 造一个句子吧 它不仅很漂亮 而且很聪明 Sie ist nicht nur schön sonden auch klug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Text A Bay 同样也挑出了几句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句型 来进行翻译 第一句 我旅行很多 因为旅行属于我的工作 该怎么说呢? Ich reise viel den reise gehört zu meinem Beruf 第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 den 它是一个不占位的连词 所以 gehört 还是在第二位上的 第二个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 gehören 这个动词 大家还记得吗? gehören 有两个加法 第一个呢 是直接加三个 第二种 是加上 zu加三个 那么这两种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gehören zu 一般是 前面这个物品 属于后面这个物品的 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前面这句话 这个旅行 肯定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那么 gehören 直接加三个 并没有出现 属于这一个部分的意思 我们来造个句子吧 这支圆珠笔属于我 大家来分析一下 圆珠笔有可能成为我的一部分吗? 当然不可能了 所以应该用的是 gehören加三个 der kugelschreiber gehört 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 gehören的词根是 hören 指的是听的意思 它的衍生词有非常多 比如说 zuhören 指的是 仔细听 可分动词 由它再衍生出来 可以变成名词 比如说 der zuhörer 女性 de zuhörerin 指的是听众的意思 一开始 我肯定会跟大家说 liebe zuhörinnen und zuhörer 就指的是 亲爱的女听众们 男听众们 第二个 它也可以变成 aufhören 加上mit 指的是停止的意思 比如说 他停止了工作 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er hört mit der Arbeit auf 好 我们再来看 textby的第二句话 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该怎么说呢? ich habe einen neuen continent entdeckt entdeckt 指的是发现的意思 那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发现和发明 是不一样的 那么发明德语叫什么呢? 叫er finden er finden er findet er fand hat erfunden 同样一起来翻译一个句子 谁发明了 den wer hat die lampe er funden ok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text的dei 第一句话 我没有自己的房间 而是住在torm那里 该怎么说呢? ich habe kein eigenes zimmer so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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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这里 我们前面讲过 nicht sonden 是指 不是而是 这里同样 但是 我们要修饰的是 没有的是自己的房间 修饰的是一个名词 所以 这里 应当用的是 kain sonden 它的意思和nicht sonden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nicht 来修饰句子 而kain 来修饰名词 第二句话 房间虽然不大 但是很亮 很舒适 该怎么说呢? das zimmer ist zwar nicht groß aber sehr her und gemütlich 用大的连词 zwar aber 虽然 但是 大家还记得吗? 来看第三句话 上周我把照片 挂在了墙上 怎么来讲呢? 这句话 les zwoche habe ich das Foto an die Wand gehend 这里用到的动词 是一个集物动词 也就是 hängen hand händer hat gehend hängen 这个词 我们以前总结过 它可以是 集物和不集物的 那么下面 这个hängen 就是不集物的 如果这个照片 自己挂在墙上 les zwoche hat das Foto an der Wand gehend 就对了 我们再来看 第四句话 许多种类的奶酪 我觉得很好吃 大家想一想 该用什么样的动词呢? fiele sorten kese schmecken mir gut 用到的是 schmecken 这个动词 要注意的是 它是一个 物作主语的动词 也就是说 我应当做三格 那么 很多种类的 kese 应当做的是主语 那么 同类型的词 还有很多 比如说 gefallen 比如说 feilen 比如我们在 第十三单元的 单词课当中 刚刚学过的 ein fallen 突然想起 和 auf fallen 引起某人的注意 都是由 物作主语 只能做三格的 我们挑两句 进行一个翻译和练习吧 我喜欢你 该怎么做呢? du gefilst mir 同样是由你做主语的 那么 我做三格 我想你 同样是中文中的 宾语 做主语 也就是 du du fils 我缺少你 我缺少你 就是我想你的意思了 好 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text a 第一句话 哪一种正确 取决于人们 为什么阅读 这篇文章 想一想 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Welche die richtig ist Hand davon ab Warum man den text liest 用的动词是 Abhängen von etwas 加三格 取决于 那么它有一个形容词 叫Abhängig sein von etwas 同样表示的是 取决于的意思 比如说 这是由天气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用形容词 该怎么说呢 Das ist vom Wetter abhängig 它的反义词 我们叫做独立的 德文当中叫做 Selbstständig Ich bin selbstständig 我是独立的 取决于这个词呢 德文当中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Ankommen auf etwas 我们知道 Ankommen本身的意思 是指到达 那么当它一架 auf的时候 就可以表达 取决于的意思 有一句非常地道的 德语表达叫 这要看情况 德语怎么说呢 Das kommt darauf an 在口语当中 经常用到哦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人们可以从上下文中 推导出意思 那种动词是什么呢 那种动词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er schlissen Man kann aus dem context 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变位吧 注意它的过去时和完成时 SZ变成了双写S 词根呢 是schlissen schlissen schlissen schloss hat 和schlossen 指的是关上的意思 当然有一个词词 一定要进行一个记忆 就是地结友谊 我们叫做 Frontschaft schlissen 同样还有一个衍生词 叫做 Fishlissen 指的是 所上的意思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将我们本单元的一些课文中的一些重点句型 挑选出来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翻译上面的一个测验 在这个测验当中呢 我们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衍生词 今天的这个小课呢 也将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小课了 一路走来 非常感谢大家的真实与理解 希望大家在德语学习当中呢 找到了乐趣 在这里 黑道老师要祝愿大家 Fel Spaß und viel Erfolg 在戒指上下一本书之前呢 也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检测和复习 将我们这一本书当中 所学习到的知识呢 进行一个复习 Dass alles für heute Auf Wiedersehen